美国加州温州同乡会日前举办了2018新春联欢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屋组组长汤长安致辞表示 这次活动南加州温州级乔团乔社领袖们习数出席 犹如是一个温州人大家庭的聚会 让它想起温州一家人 美国加州温州同乡会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1995年成立已经走过23个春秋 历史悠久传承有序 第二两岸一家亲通过协会团聚乡情团结友爱 第三融入了北加州的温州级乔包 也经常与其他温州级乔团乔社共同举办活动团结互助 现在我们加州温州同乡会大约有500多位会员 基本上覆盖了这边的留学生 覆盖了在这边工作和生活的所有温州老乡 大部分和开始的时候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从台湾过来的温州血统的温州人 那么现在的话经过时代的变迁 大部分的会员现在都是大陆过来的温州人 美国加州温州同乡会会长廖大明和荣誉会长李市长谢巧琳都表示 新的一年中将继续秉持创会宗旨 继续团结会员 团结温州级乔团乔社 团结兄弟乔团乔社 更好的为温州级乔包服务 更好的为乔社和谐建设贡献力量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